Hello,各位亲爱的Homely的会员朋友还有投资者朋友们 大家中午好,我是MG 现在是9月4号的中午1点20分 今天给大家分享Homely Lunch 新工业蓝图概念股值多少啊 这个是在上周末出来的一个重大时间 然后我们在Homely的话呢 是在周六的内部课程里边就给大家分享了 这个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的五大看点 你有没有错过呢 错过真的是太那个了啊 因为现在这是一个大的政策方针和线路 那么很多股票呢是提前就有一些表现 比如说还是最火的这个地产基建股 对吧 要致富先修路 是不是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去聊聊一下 当然也不只是今天聊啊 后面还会陆续给大家去讲 主要是大家知道好的股票啊 真正好的股票 第一个它会提前于市场表现出来 提前于消息出来 所以你看地产并不是说 等这个新工业蓝图出来以后才涨了吧 那出来之前就已经涨很久了 所以我们需要去看图表 能做什么 先知先觉者 第二个呢 就是你知道了有这个政策以后 它相关的概念股都有什么 而概念股是不是都会涨来 也不一定 一定还是得要配合图啊 有资金大资金参与 并且是提前参与的 你才选是不是 咱不能够完全的去看这个这个基本面啊 基本面一定要服从什么呀 它的这个落地一定是技术图表 对吧 第三个呢 你一定要做功课 你那哪些概念股不知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 那你怎么抓住这部风呢 因为大家知道 强股一旦叠加风口的话 它持续强的概率非常大 可能你一年就抓对一个股两个股 你这一年就可以不用做别的股票了 就通过这一两只股票啊 咱们就已经完成翻倍目标了 对吧 甚至有的人他定一个 比如说一两倍的目标完成了 可以了 其他时候可以该度假度假 对吧 该休息该休息 所以这三个关键点 决定了你一定要什么呀 要做功课 而且要结合图表做功课啊 我们给大家去简单聊聊一下 欢迎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频道啊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们的视频呢 记得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Homelita Malaysia 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出品的内容 最新的行情解析 还有呢 盘中的一些看点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呢 在这个视频里面去播出 但因为我们只有一周 只有两次视频啊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社群 OK 那么你加入的我们社群的话呢 即使的消息 我都会通过铁文啊 在那里面去及时给大家去分享啊 所以呢 记得订阅 会员朋友和粉丝朋友呢 记得点赞 转发我们的视频 给到身边需要帮助的朋友啊 我们在视频里面所提到的股票 没有任何的推荐行业和买卖建议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投资风险啊 那么这个话题 我们还会后面会持续去讲 所以呢 你需要做的就是呢 做好功课 你不会策略没有关系啊 你跟着一个会策略的团队就可以了 对不对 比如说 你像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为股民投资者啊 把这个新工业难途看点 总结的如此高效 如此到位的公司应该也不多吧 马来西亚屈指可守啊 可数 你自己去查一下啊 现在都没有出来 对吧 可能就是一些新闻的这个媒体啊 比如说南洋商报啊 对吧 这些新闻媒体它是有出来 但是它出来的呢 也是属于general的信息概括 并不像我们这样子上课啊 专门是对象呢 就是股民 给股民投资者出来的一份什么呀 解读报告 包括今天 我在视频里也给你准备了 非常干货的资料啊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说错过 点订阅 我们再来看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整体的一个行情啊 看今天的行情之前呢 我们想先看一下 每一周呢 我们会做一个周的复盘啊 虽然这个周复盘 我没有单独发视频出来 但是呢 这是习惯 对吧 你不发 你还是要去做 那你发现呢 近这几个礼拜以来啊 比较强的板块 对吧 我们还是没有结束的 对吧 这个 你说 这个地产 还有呢 建筑板块啊 都是排的不错的 尤其是人家上个礼拜 很多的这个地产股 还是涨得非常好啊 整个板块来讲 地产板块上一个礼拜上涨6.7% 第二名呢 是建筑板块上涨4.4%啊 这是上一个礼拜 其他的跌的比较厉害了 然后健康医疗 手套股这块啊 是领跌一点多个不散的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你看啊 这个是 我们刚刚说的是 Property 对吧 所以Property这块啊 上个礼拜还是领先的 但是今天跌了啊 今天这个跌啊 真的 没有什么坏事啊 就 你不是之前一直没找到吗 没找到机会吗 这机会不就来了吗 对吧 今天跌 你应该大笑三声 是不是 怎么笑 怎么再抓机会 等一下我们再说讲啊 好 你看上一个礼拜啊 上个礼拜的 周的排行第一啊 那就是跟那个 叫什么 1589啊 这个叫Escander 对吧 跟这个 大马的那个 什么城 对吧 是有关系的 那跟这个有关系啊 它是长得很好 一个是1589 一个是8877 对吧 嗯 这两个是长得比较好的 哎 但是好 我们看 上个礼拜 它是上涨39%啊 再有 规制的股票 是排名第一 呃 第二的话是那个 也是地产啊 耶尔 第一名啊 第二名都是地产 你看上个礼拜啊 涨26%点多 今天又调了啊 调的话是机会来的啊 你不要老觉得它高 关于高不高的问题 我已经给大家讲过 很多的方法啊 包括实战的和理论的 都讲过了 你站高一点 你看它也高不高 对不对 那你觉得它高 是因为你格局不够 你去日线周线 去看很多 不管是地产也好 还是这个建筑也好 包括还有一些工业板块啊 它的周线上一点的不高 甚至都是处于一个 刚起的三浪 对吧 比如说今天 这个涨得好的股票啊 这个股票来自上周 涨得也不错 这个叫SKB SKB呢 它上周的话呢 也是排在第13位啊 就是周的涨股帮里边 今天又涨了25% 你看到吗 上周发力啊 你看 它刚刚涨了几天啊 那你看它的周线图 你看很美 对不对 有点像那个法拉利的 那个形态啊 好 那这种的话 对吧 你就干嘛 你就干嘛 等机会呗 对吧 非常强的股票啊 这种盘中 盘中掉下来 都是买的机会 那你怎么买呢 它往下掉的时候 你就开始准备呗 一旦直跌就进去 对吧 当然这个偏短线一点 偏激情派一点 是这样子的 你没有看的那么短 你就等它收音 对吧 一根阴线 就是你的机会啊 这种涨再多 你要没有 在恰当的时间 进去都不要进去 对不对 所以这是讲的上个礼拜啊 上几个礼拜啊 都是属于什么呀 这个地产买块 是走的比较好的 现在风还没有结束 好吧 这是这一点 第二个呢 我们看一下本周啊 本周我们可以 先从这个KLSE来看啊 KLSE的话 来表现一般 9月份呢 我们说9月份 它是这个变盘点啊 上一次变盘的时候 给大家就讲过了 它并没有 接触这个变盘点呢 完成一个突破 对吧 就是在9月1号的时候 它并没有完成突破 但是没关系啊 8号还有一个变盘点 大家锁定了8号 就本周五啊 看看它会不会 届时突破 好吗 现在没有突破嘛 对吧 没有突破之前 咱们都是什么 震荡策略嘛 对不对 上串下调 到上面你就该卖了 对吧 所以你说地产板块 今天调正常吗 正常啊 它干嘛呢 受指数的影响 对不对 受指数的影响 我们跟大家讲了 从这个地方开始啊 它这个指数 跟个股的关联性 就加大了 之前 在这一段的时候呢 都是什么呀 蓝筹跟个股 又分化 对吧 但是从最近一周 一周开始来 它有点同步了 所以今天地产股 受到一个回落 正不正常 正常 因为它的指数回落 它会压制个股的啊 直到它突破以后 这个规律才打破 好吧 所以这个 今天调整 太正常了 好不好 看它8号 会不会借势突破 就我们讲了一下 这个指数啊 那今天从各股的层面上 来讲的话呢 就是牛的股票啊 调的会比较多 大家怎么说看 调的股票啊 你要去 你要提前做功课嘛 对吧 比如说我们拿软件 去选出什么呀 选出庄家 大于50%的股票啊 直接一选就可以了 一定要选庄家的 好吧 你说这个 大工业难途 再有戏啊 它都不是每只股上涨 这给大家讲了很多了 好 你找到了以后呢 你就 你就干嘛 好股票啊 你就先收着 然后等它调嘛 调完以后你再进去 对吧 比如我刚说了 那个这个 这个地产股 今天调 调的好呀 对吧 你看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 property的板块图啊 板块图啊 今天是不是 是不是跌了 跌的多好呀 那你就是找跌的规律啊 之前的话呢 跌的长一点 你看 这种是叫横盘 消化 这种就属于叫 扛跌型 扛跌型 这种股票呢 就是属于什么呀 强势股 对吧 这指数跌的时候 它是肯跌的啊 这个调三天 也只是到达这个 红利进出的白色线啊 连白色进货线 都没跌破 对吧 那你这一次的话 你第一个点位看哪里 你就看到白色线没 跌到白色线 你就开始了准备伏击 对不对 没有跌下去 那它也可能不跌下来 它可能跟这个一样 横盘 对不对 横盘的话 你就干嘛 选择 哎 突破 对不对 突破的时候 去买就可以了 突破 你看这根蜡烛啊 庄稼的这个操盘 现在正好穿到柱子里面去 就属于价格 跟资金同时启动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啊 对于前面没有抓到 或者前面赚的不多的朋友 绝对是大利好 对吧 那你不要觉得它高啊 你看我们看它周线图啊 看它月线图 看到吗 月线图 是不是刚刚 把这个景形位置突破 这个我们也不是今天一天在说的啊 那我们再看一些个股 对吧 看一些个股啊 比如说 这个 刚刚说的啊 上桌排行第一的 1651 1651啊 这个是Malaysia Resources MRCB 那么今天是个小十字星 对吧 也没有问题 对吧 这种就是短线 你可以进去啊 你就看它调到什么样的位置 第一个档 就是昨天大洋中一半的位置 第二个档呢 就是会到这个漂带的白色线 嗯 你做好这些准备 它涨多少 调多少 你不要去猜 但是呢 你同规律 你大概可以推演出来 你在那边守着就可以了 符合了一个条件 咱们就做了一个条件 1589也是 对吧 1589 这个是Escanda Escanda今天是收小鹰啊 小鹰的话 也是很很很浅显的一个调整啊 当然这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拿另外一个指标 叫做贝离王 那贝离王看有没有贝离啊 对吧 我们看一下它的60分钟图上啊 60分钟图上有点贝离 看到吗 有点贝离啊 所以短线调整 但是整个中长线来讲的话 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啊 只是你一定要采好节奏 不是说因为MG今天讲了 它调整式机会 我就闭着眼睛买进去了 不是的啊 我们调完 指跌 有买点 收指跌羊财买 对不对 包括很多啊 8664啊 SBC啊 我告诉大家 你不要害怕啊 当然了 如果你前面已经赚钱的人 这种调怎么办呢 你就看看 你的短线的指引位 有没有跌破 短线指引位跌破的话 把短线的仓位出来 底仓先留着 对不对 给他讲过很多遍啊 控仓 调仓 换骨 包括三四一期啊 上个礼拜涨了很多的 今天调了4% 对吧 短线 先套了一部分 哎 什么时候调完 咱们再来 低息回去 这个叫什么 叫做高抛 然后呢 低息 这样子你不赚钱 都很难呀 是不是 那这个点上次也是啊 收音你短线出来一点 然后呢 再一次收羊 指跌羊 这个叫指跌羊 买进去 你说你在这边高抛低息 能不赚钱吗 对不对 哎 赚钱啊赚钱 底层不要动 嗯 因为为什么 周线没有破坏 看到吗 周线啊 周线它只是一点点条 但整个趋势是没有打破的嘛 对吧 就其他的 大家可以慢慢去看啊 慢慢去看 包括5148 它现在就是没有调太多啊 一般一般 好 刚讲了一点点这个复盘的东西啊 上周和本周啊 刚刚开始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我们看了整个新工业的一个概念股啊 呃 你可以 你要是总结的啊 比如说 它整个难图的一个看点 它是政策 你要是解剖 对吧 解剖出来 跟我们投资股票 有些什么相关的 对吧 你可以自己去做功课啊 结合这些 那我们可以简单给给它归纳几个点啊 当然这个还还不完善 我给你看的只是一个什么呀 概念领域啊 受益概念领域 它每一个里边都有什么 这个很重要啊 打一个比方啊 我随便 我随便点一只股票 对吧 比如说这个电器与电子啊 比如说这个电器与电子 我们随便啊 这个7095啊 这个 它就属于这个概念的PIE 对吧 那你看它有没有走好嘞 对吧 答案是yes还是no 可以打在聊天室啊 它是不是属于趋势刚刚 干嘛呀 它这边有一个低点 哎 这是个低点 这是个低点 低点太高了 不错 高点在这儿还没有创新高 所以相当于说高点没有创新高 也就是说 它还没有形成一个什么呀 上升结构 有没有庄家呢 没有庄家 只能说它可能未来有潜力 但是现在来看不是特别强 那告诉我们的什么呢 对 同样是相关概念 但是咱们要选强股 而不是这种 不是很强的股票啊 什么时候它有庄家出来了 散户中消失了 那么就是我们大肆要关注的时候 那么没有起来之间 你可以 因为它是相关概念受益股 你可不可以放在你的这个池子里边呢 也是可以的 对吧 你看它的这个周线图 我们看一下啊 周线图的话呢 就是一个月线图 月线图呢 就是一个顶部的什么呀 一个sideway 对吧 顶部的sideway 这么来看的话呢 你的机会可能最高 就是先到这个顶上 对不对 除非把它突破了 这是长期的啊 突破过去 咱们就做一个不断 跑 对吧 所以不是每一个有概念的股 它都能够带你飞的啊 对吧 然后你看物流方面啊 物流方面 包括这个5145 你看5145的话 今天涨10%啊 那人家它怎么就能涨起来了 看到吗 有谁在 有资金在 它才能飞呀 当天一天就涨41% 后面没有结束了 有人说 哎呀 这没有抓到啊 只要它的资金没跑 看到吗 继续涨 你觉得它很高了 它没有跌 对吧 因为它只要有资金拖着 就没有问题 那你看它的这个周线图啊 周线图呢 也是要突破这个紧线位置的时候 对吧 所以我讲的什么例子呢 一个你得知道有哪一些 第二个呢 你知道有哪些 以后你要什么呀 要选择技术面好的 有资金青睐的股票 好吧 时间的关系呢 我是给大家掉一个影子啊 我们呢 正在做这一个新工业大蓝图的 这个受益概念股的 这个专题的一个PDF 好吧 基本的框架已经有了啊 我呢 是最宠福利 最宠 宠我们会员宠粉丝的啊 所以会员知道啊 我就会发给大家 对吧 好 非会员想要领取啊 只是说有限 好吧 前十个名额 你可以来领取 后面就没有了啊 点击我们聊天室 留言区的置顶链接 领取这个新工业大蓝图的概念 受益概念股啊 但是我放出来的股票 没有任何的推荐嫌疑好吧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做一个准备啊 上一次给大家发的是龙兴高铁 对不对 如果那份资料你好好看 你绝对不止 你可能一半一倍都翻过去了 好吧 所以啊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福利 那这样的福利 后面还有很多啊 我们都第一时间传递给我们的股民 对吧 所以呢 你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后面就不会错过了 好吧 就刚刚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啊 更多的我们在这个材料里边 我会发给你 到明天啊 最晚是明天发给你啊 今天我们已经有框架 但是呢 我还想要结合啊 结合资料啊 给大家完善的更加详细一点点 好吗 这是这一个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啊 今天的一个风啊 其实不是特别的猛烈吧 刚刚从指数方面来看的话 就是比较调整的 看这个板块啊 是energy啊 energy今天 它在上桌的话 一个大大上升 对吧 大上升 也是跟什么有关啊 它整个是跟那个什么有关 跟这个OPEC啊 OPEC继续减产 是有一定关系的 同时呢 新工业蓝图 也对它有带动 对吧 有带动啊 所以它是继续飞的一个状态 还不错啊 今天出现了 主力抽码 看到吗 日线上有一个三浪的形态 可惜啊 它这个二浪调的比较少啊 但没关系 我们上次给它讲的什么 它这边有一个箱体 对吧 你看啊 整个这个是月线上的箱体 如果能够及时 有一条线啊 一条线 如果能给它及时突破 是比较好的 嗯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也要选强一点的嘛 对吧 比如说它长得比较好啊 在上周 也是有排 一直比较强的 这个是大样 对吧 大样 今天哎呀 上蹿下跳了 已经回来了 这我比较 它原来就强的 对吧 原来这强的 你看一下它的整个 长一点的周期啊 还行 对吧 真说还行 现在它没有买一点啊 你现在进去是追高的 那调完以后 看也没有机会 对吧 然后 7108 上个礼拜长得也是不错的啊 这个是Badana Badana的话呢 它的形态 应该是要好一点啊 你看它的周线形态 这个是月线形态 刚刚形成一个什么呀 上升结构啊 所以它的空间 要比大样会好一点点 对吧 但是今天 它现在是调整的 那调完 去60分钟图上看啊 60分钟图上看到没有 看有没有止跌羊 哎 其实在这个 这个 这个时候是有出现一个的 对吧 你看这是有出现一个的啊 这是今天 下午 还没有出来啊 看看 等一下符合条件 你可以去看一下的 好吧 这个是能源啊 包括还有那个 之前长得比较好的啊 这个是Hibiscus啊 今天是高开低走 那这种呢 你也是要踩好节奏 好吧 踩好节奏 0220啊 这个是Ocean Vantage 上个礼拜长得不错啊 一个次星谷 次星谷 我们看一下周线图啊 这边是一个什么呀 双底啊 要突破才比较好 没有突破之前 你还是要什么呀 控一下仓位 好吧 所以现在你看 它已经离前面高点不远了 所以你要控仓位 庄家是控盘的啊 控盘的呢 就可以关注 但是呢 好股 它未必现在给你买点啊 现在是有追高的嫌疑啊 等它调完以后再看 这个是领长的板块 能源概念啊 像其他的话呢 就是 比如说一些 就是整体就是强股调整的一天啊 但是我觉得挺好的 没什么 对吧 没什么坏事 然后呢 工业板块刚刚我讲了 就是这个 715啊 今天是涨25%啊 这个也是有一些概念相关的 好吧 然后 还有一些这个 比如说这种钢铁概念 对吧 刚刚也说到了啊 它有很多这个 先进的材料啊 化学这些啊 你看这个 这个是 这个叫什么 9873啊 它也是有钢铁概念的 对吧 那你去看看一下 有什么 有什么 选题在里面啊 主要这个的话呢 还是需要大家多去做一下功课啊 我呢 是有帮大家做了一份功课出来 但是你还是要有你自己的一个更为详细的一个作业 好不好 OK 那么想要领取这个概念股文档的朋友啊 点击我们留言区的链接 到时候呢 我们还会陆续给大家去讲 好吗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盘中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复盘 OK 有任何问题呢 欢迎大家链接沃塞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